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盘后的股市同学会 那今天这个大盘 应该没有太多的意外 因为我在这个盘中 还提醒这个同学说 今天的盘有人在做撑盘 那当然今天这个因为是礼拜三 第三个礼拜三是 台子旗的月结算 也是这个台子旗的选择权的月结算 所以这个地方的做一个拉台 应该是可以去理解的 那接下来大盘怎么看 我等一下再跟投资朋友讲 可是我今天在盘中 Telecon 我说过你一定要加入我的Telecon 因为我只有盘中会在Telecon 会发文来提醒你 Light at没有 所以说我说过 投资朋友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下载 这个Telecon的APP 赶快去请教这个年轻人 马上帮你下载 只是那个下载的时候 比较麻烦一点 下载完毕之后 在你的手机上面 你只要跟点Light at一样 点进去就可以了 只要一个手指头点 那你只要有我的Telecon 我在盘中就会看到一些重要的 关键的一些所谓的指标也好 或是一些情况也好 我会跟你讲 好 我今天盘中的9.48分 我在跟你讲什么 我说这个大盘 看起来好像弱弱的 因为没有马上往上走 对不对 然后又在那边震来震去的 可是我在9.48分跟你讲说 金融指数 因为它是今天的重要关键指标 它没有去跌破短支点 那就代表这个盘你不用去害怕 为什么不用害怕呢 等下你就知道了 好 那再来就是在10点半 我又再告诉你 我说什么面板股 面板股有人在点火 你仔细看 当初在盘中10点半的时候 友达只有涨2.55% 收盘的时候已经涨到6.2%了 就在盘中的时候 我就先预告跟你听 我相信你手中有加入我到Telecon 你有看到的话 应该都可以看到这个讯息 我不是只有图卡 底下还有一堆文字 文字我就省略了 你自己回去看我的Telecon 上面写什么 好 那这个大盘 其实我在从之前 我就不断的在跟你做规划 其实每一个转折点 我都跟投资朋友 都会先交代一下 但是因为我说过 因为你看不到未来 你没有办法知道 真红为什么要这样看 甚至于你眼睛 在当下所看到的 这个大盘的情况 也没有照我所讲的 因为还没发生 否则怎么会叫做未来 对 未来就是后面才会发生 不是立刻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体会 为什么真红要这样子讲 因此呢 当你的眼睛所看到的行情 跟真红跟你讲的 未来的行情 不一样的时候 往往没有办法去认同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大家都喜欢眼见为凭 好 那所以当时我在跟你 12月8号 来到17988的时候 跟之前的高点只差两点 我说这个叫双高点 很容易出现什么 获利的卖压 跟解套卖压 你要注意 那结果呢 在隔天我说过 因为又涨了81点 很多人就很开心 哇这个盘绝对没事 什么公万八公万九的 一大堆的言论就开始出现了 那我会再跟你提醒说 不要太乐观 不要太乐观 不要说一直在那边看 万八万九 在那边喊好玩的 没有用 而且这样的一个言论 反而会害惨你 为什么 因为你反而会去重压 原本你不会重压的 对不对 你听到市场都在跟你讲 哇公万八之后 直接公万九 再上看两万点 原本你小心翼翼的 只是少少的投资 听到这样的言论 好像跌不下来 对不对 12月10号以前 真的跌不下来 又一堆股票涨停板 你就全部去重压 那结果呢 投资朋友 你听到这样的言论 不是害惨你吗 不是帮助你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在这个地方 我在12月10号的时候 我说盘面的架构 会做调整 有没有 我就那时候跟你讲 盘面的架构做调整 那为什么我就直接跟你讲 那个短支区 会在17550到17650 因为其实郑宏早就已经规划 会回到这个地方 只是我当时没有去讲这些 为什么 我说过你没有办法去体会 郑宏为什么要去讲这个 而且你也没办法去相信 对不对 所以你要到很后面 才会知道说 真的来到这个地方了 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操盘 我在做操盘手的时候 我的规划是规划一个月 我们会针对整个大盘的规划 会规划一个月 那当然也有先规划一个礼拜 然后再规划到一个月 那也有三天之内的 所以我们会随着盘面的变化 来做微调 但是不会做大幅调整 除非有这个很多的大力空 或是什么 大力多 才会做比较 跟原本的规划不一样的大调整 否则基本上只是微调 因为我说过 这个大盘的规划 针对我们这种顶尖的操盘手而言 只是基本功 真的只是蹲马步的基本功 这真的没有什么 因为你只要把19大类股拆开来看 然后把每个大类股的 这个关键指标抓出来 做筹码拆解 跟操盘级的技术分析 你再把它凑回去之后 大盘的整个未来的规划 应该就蛮明显的 不敢说百分之百 你最起码可以抓百分之七十 不是你们 是曾鸿 曾鸿最起码可以抓百分之七十以上 那只是说 每次我在规划的 因为我经验已经24年的操盘经验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规划 大部分会有90%的准度 但是有时候我没有办法 把后面很远的行情来跟你讲 我说那个对你来讲没意义 因为你早就忘记了 就算真的来了 你也忘记当初曾鸿跟你讲过什么 好在这个地方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说这个短支区17550到17650是铜墙铁币 多方的铜墙铁币 就算要跌破也要先弹上去再破 有没有 这当时我就跟你讲过了 所以投资朋友你看我是12月10号 就先预告了这些一堆的事情 只是说你在看我节目的时候 你不会去特别去在意这些事情 我相信你看我的节目 也都在看个股而已 大盘你就听听了而已 其实我一直跟投资朋友讲过说 大盘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大盘未来的方向 你还在相信市场说 马上就要攻万八 马上要冲万九的时候 你把资金重压 甚至于压错了股票 投资朋友 那不是害到你而已吗 并没有帮助到你 所以为什么讲说 大盘的规划很重要 当你知道这个大盘 如果他要拉回的时候 我相信投资朋友 你不会重压 对不对 甚至于你会怎么样 赶快获利出场 那个动作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为什么大盘的规划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在操作个股 就像是个无头苍蝇 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 每次都事情发生之后 才开始紧张 才开始要赶快砍股票 或做什么的 这就是输家思维 我说不要跟着市场的氛围去跑 然后再来呢 到了12月14号 12月14号就昨天 我还跟你讲说 这个17550就算跌破 你也不用害怕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是假跌破 对不对 这是我在昨天讲的 你昨天你可以去看我的这个 节目嘛 这个是骗不了人的 那我也跟你同事朋友讲过 这个叫做盘面的架构调整 我已经从12月 12月10号 跟你讲这个盘面架构调整 对不对 有没有 上面那个大字盘面架构调整 天天跟你讲 讲到昨天 都还在跟你讲 盘面的架构调整 对 我也跟你解释过了 为什么要做盘面架构调整 因为你要真正的一个新的主流 能够带领大盘 往大 玩所谓的万八 甚至于万九 去挑战 你不能老是靠这个腰谷 腰谷一来不占指数 二来他又没有获利面 那他怎么去冲 或是说 那个已经涨很多的 也不可能 因为他已经涨那么多了 再拖也拖不动 你的题材也有 炒作的题材也有限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要找个真正的 可以把大盘带过去万八的 这个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到底是谁 等一下我就跟你讲了 答案就要快出现了 好 那接下来的大盘 你要怎么看 其实今天你可以看 这个大盘就来到了 这个我所讲的 短支区的下轨线 上轨线就在17650 那下轨线就是在17550 那今天最低来到多少 17556.87 只差那个6点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同志朋友讲 你看我在12月10号就预告的事情 现在是不是就来了 而且还真的就踩刹车 完全一模一样 我说过我没有百分之百 对不对 但是我是70% 只是三不五十 常常百分之九十 会抓到这个大盘的一个率 卖动 那我跟同志朋友讲过说 这个地方 还没有 所谓的这个盘面结构调整 其实你看现在 还没有结束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 盘面结构调整 盘面结构调整 你要听得懂 我们这个专业的术语 那这个盘面结构调 何时结束 曾宏也不知道 曾宏也不知道 我说过 要看K线 我们不要去一色立场 反正这个地方 你就是很简单的 只要这个地方 还没有出现多方攻击讯号之前 这个盘就在这边震 上上下下的震荡 那也有可能会 跌破1750 也有机会 不是没有 还是有这个机会 可是跌破之后 你也不用担心 我说只是把时间拖长 那其实时间都拖得越长 对未来的大盘 反而越有利 你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老师 你们会讲反 怎么拖越久越有利 因为散户不耐拖 一拖之后 他就赶快跑了 那跑得越多的 散户的筹码跑出去 越多 那单人 对大盘会越有利 所以说我们目前来看 整个大盘来讲 虽然这个1750暂时守住 但是今天并没有任何的 多方的攻击讯号 你看量是缩掉的 所以他并不是什么 多方的攻击讯号 只是 连续三天的下跌之后 那昨天的融资有 退出了这个四十几亿 这个短线上筹码 有稍微得到一个喘息 所以今天又碰到这个 礼拜三台子期的月结算 因此呢 刚好反了 也要做这个结算的动作 所以因此今天出现这个反弹 这个只是反弹而已 目前来看 他就单纯是一个反弹 没有说 每次一涨就要开始 又要喊万八了 我说过 那真的是要不切实际 不要再听这种言论了 那真的会害死你 因为到时候 你去重压的时候 你因为去相信 这样一句话 你又去重压 结果指数继续往下走 你又该怎么办 对不对 跟你喊万八的也不会负习责任 不是吗 对 陪是你的事情 他喊他的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被市场的氛围 这种错误的氛围 不断的重复 结果把你越赔越多 资金越压越重 好 那再来就是这个金融指数 我说过 我在盘空跟你讲 他短支点没有跌破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我说如果金融指数真的跌破了 那17550就很有机会会被跌破 这是很相关的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就在这个地方 区间震荡 他也没有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攻击 也没有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什么 转弱形态都没有 所以近期啊 他就是怎么样 看看参考就好 等到关键的时刻他才会出现 那再来就是什么 今天的友达 友达就怎么样 为什么我在盘中跟你讲 已经有人点火了 我是在早上10点半 我说他才涨2%多的时候 那时候才涨2点多% 收盘已经涨6.26%了 就差了4% 你看 曾宏是不是都事先告知 但是我没有带会员买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不是真正的多方攻击讯号 除非你就做短线 或者你手上有的 那就非常恭喜你 那明天有没有机会再去攻 我一直在提的 提了多久 快三个月 我一直跟你讲的对不对 我追踪了三个月了 投资朋友 我讲的那个数字 你应该还记得吧 我说那个顺12345678 有没有 顺2345 中间加个点 23.45 你应该还记得吧 我说这个多空的决战点 才是整个面板股 友达的领头羊 最重要的关卡 这才是重点 那他能不能过 等过了我们再讲 我们先不于设题上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这一根不是所谓的多方攻击讯号 因为他的量不够 还有他的这个K棒 当然是很漂亮 但是漂亮的还不够漂亮 为什么漂亮不够漂亮 这跟技术分析就有关了 我说这是超盘级的技术分析 不要再问我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用三银两语 跟你来做回答 好那所以说目前为止 整个大盘就是 还是处在什么 盘式的调整结构 这样子一个怎么去调整 把这个真正未来的主流 把它调整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 那再就讲到红光 红光在这个地方 投资朋友你看 经过这个三阳开大 我说过 我们的VIP已经买了三次 一般会也买了两次 等于是重压 那昨天涨停之后 今天虽然没有涨停 但是他还是大涨 而且今天我相信 很多的这个 如果你是跟着我屁股后面 坐的投资朋友 或是同学 你今天可能在盘中就被洗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红光 是一开盘 直接杀下去 速度又很快 而且最低的跌幅 还来到了4.9% 好像快要跌停板的感觉 吓都吓死了 可是我跟会员讲说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反正一切事情 看着我的抗讯做就好了 而且我说过 这次已经出现了 第四次的多方攻击讯号 不会这样就把它结束掉 所以我跟我的会员 就讲得很清楚 因此他们都不会害怕 看到再跌也不需要怕 而且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成为N字形态的攻击讯号 如果有看我这个之前比较久的一个节目 你就知道什么叫N字形态 那是很强势的攻击形态 然后那个波段的涨幅就会比较大了 那明天就是关键 明天就是个关键 如果明天的关键点能冲过去的话 就有机会成为N字形态的攻击讯号 那这个波段的涨势就不会太小了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讲 你自己 看你想要操作宏光的话 你只有跟着正宏做 那如果您出了 我相信你更不敢接回来去追 因为最高了 你今天早盘出的人都是出在多少 13点多 对不对 没错吧 哇塞好弱 怎么会这样子 是不是有人在出货了 吓都吓死 广快跑 结果呢 投资朋友 最后面12点多的时候 12点十几分突然急拉 对不对 那时候你又后悔了 所以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要做股票跟着正宏做 我说你自己操作 只是看那个股价做参考 绝对没有办法成为赢家 我说如果股票的操作 只是看股价的涨跟跌来操作的话 那么简单的话 我说大家都不要上班了啦 来做股票 就可以赚钱养家活口 不是吗 有那么简单吗 就是没那么简单 我才要研究24年不是吗 好 那再来看什么 这个财富船 这个财富船啊 今天有开始一点 开始在动了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财富船 想要赶快搭船的话 唯一途径 成为我的会员 我说不要再问我是不是哪一艘船了 把那个所有的航运股 全部问光了 投资朋友 你要坐这一艘船 而且这一艘船我说过 它非常的特别 都是年底教育的时候 开始坐上吉拉 你不要等它出现吉拉之后 开始才要怎么样 能不能追 最多就跟之前宏达店一样 能不能追 那现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会不要下车来 一堆的问题又出现 我说投资朋友 你看从宏达店 从宏光 到现代这个财富船 如果你没有跟着我操作 你怎么可以有办法 在某档股票 不管是宏达店 或是宏光 还是这个财富船 你能赚到大钱 或是做到波段大涨 你也抱不住 你看宏达店多少人抱不住 甚至于很多人后面跑到宏达店 都已经跑到85、89 90块了才去追 对不对 那不是很夸张吗 甚至于卫生已经冲到100了 你才去追 投资朋友 我说过 你真的要跟着真宏做 对不对 就像宏光 你看你今天不是又被洗盘给洗掉了吗 很可惜吗 那如果他恩赐形态真的成功的话 那是波段涨幅 结果你今天出在一个起涨点的开始的开端 投资朋友 所以我说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就算我把股票告诉你 你也不一定会赚到钱 不是吗 这就是我常跟投资朋友讲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要真的要操作这些个股 我说过 我在节目中跟你讲的股票 只是让你去知道说 一个真正的顶尖的操盘手 他是怎么去操作股票的 让你来去做个参考 让你能够认同我的一个操作 而不是说 像很多的一些老师 他可能是乱枪打鸟 对不对 每天都给你叫了三档股票 那三档股票 明天不行 马上砍 再叫三档股票 那一个月就叫了四五十档股票 这个叫乱枪打鸟 那一定会打中 不用他去打 你去打就可以了 一个月叫四三四十档股票 你怎么可能不会中一两档 是比较标的股票 对不对 那我说过 震宏都是什么 我都做狙击手 狙击手怎么样 一发就给他命中 所以我现在手上的会员持股的股票 也没有超过三档 我说过 因为现在这个行情 我不会超过三档 那有退出 就是这档股票 可能两天三天观察之后 真的不行了 或是说我已经获利出场了 我才会再来一档 用这样的模式去操作 所以我整个月下来 你像像红光 一爆就爆多久了 对不对 单单红光就爆多久了 你看从10月25号 一路爆到这边来 也已经半个多月了 不是吗 那也说这一档股票 就占了一个名额 那剩下的就是什么 只剩下两档在轮流交替 而且我也不是每天在换 我都是一定要有K线形态出来 我才会出去 对不对 或是我才获利出场 还是停损出 不管 但是我那个不是每天在换 就是可能两三天 四五天 搞不好一个礼拜 才换一档 那你这样操作 是不是非常的轻松 而不是 你已经参加某个老师的会员 我之前就预告之前的会员 就常常跟我讲这个问题 老师啊你的股票怎么那么少 他说哇 以前他参加那个老师 一堆的股票 他自己还要重新再选 我说那真的太累了 投资朋友 你要加入会员 就是不要去筛选这些股票 你能够轻轻松松 只要买进 卖出就好了 为什么你参加个会员 还要自己筛选股票 那你就不要去参加会员 不就得了吗 何必呢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来加入曾宏的会员 我给你最轻松 最简单的操作 只要买进跟卖出 其他的全部交给曾宏 一肩帮你扛起来 这才是你要加入会员的 最终目的 好不好 好那今天呢 就跟各位投资朋友 跟同学分享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